苗董百科,世界如此简单 比蒙巨兽也被叫做巨兽 是源自西方的神话生物 在西伯来文中是群兽的意思 以为其拥有庞大的体型 一群野兽才能与其匹敌 在威廉布莱克为博约记所绘制的他图中 可见其撞刺河马 长有巨大的獠牙 耳朵类似人耳 尾巴去于狮子 比蒙巨兽在夏至时 气力达到顶峰 他会用后足着地 吼声威震天地宇宙之间 豺狼猛兽都受其威慑 全年不敢捕猎 使弱小的生灵逃过一劫 诸多圣经学者认为 比蒙巨兽是曾经存在于地球的生物 最有可能是某种恐龙 其中认为凉龙的说法比较盛行 因此也被称为撒旦的爪牙